大家好,欢迎来到AI探索频道,最近谷歌在Gemini 2.0 Flash Experimental中增加了新功能,根据网络上的介绍,透过这些,可以更简单的处理文字,影像,影片的多种资讯。 我看到有几位YouTuber赞叹新的影像生成功能可以取代Photoshop,让我非常的好奇,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Google AI Studio的连接我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朋友们可以先点选进来。 进入Google AI Studio之后,我们要先选择模型。 在模型列表中,选择Gemini 2.0 Flash影像产生实验版。 接着确认输出格式选择的是图片和文字。 模型设置好之后,您可以看到这里有提示,您可以选择图像编辑、视觉故事或是制作生日卡。 我先选择视觉故事。 您现在看到画面上面的提示词,是系统自动产生的。 您可以看到故事及时生成,现在生成故事的部分影片我并没有加速。 Gemini 2.0 Flash实验版自动生成故事,自动将故事分段,并依据场景自动产生相应的图像,而且速度非常的快,非常的神奇,是吧? 不过似乎有几个场景的图片重复了。 这一次我们的故事生成得非常的顺利,可是并不见得每次都可以如此顺利地产生故事。 接下来给朋友们看我第一次生成故事的状况。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视觉故事,点选后故事生成了,可是影像并没有跟着出现。 您可以看到我点了上面的信号,重新运行。 重新运行后,影像才出现。 您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一次的故事和影像,即使我们给的是相同的提示词,可是每次产生的故事和影像都不会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一次的图片比前面播放的故事中的图片漂亮很多。 故事生成后,我们当然想修改一下提示词,制作属于自己的故事。 我修改原来的提示词,改成,生成一个关于日系风格少女以动漫卡通风格在城市打妖怪的冒险故事。 对于每个场景,生成一个影像,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次尝试并没有成功,所以我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对话,再试一次。 这便不要浪费大家太多时间,快转跟大家说明一下。 使用这个提示词我重新运行了几次,都无法顺利生成影像,后来好不容易图片出现了,又以失败告终。 所以我决定隔天换个时间,换个提示词,再试一次。 这一次我请他生成一个关于科幻机械龙,以动漫卡通风格在悬浮城市对战古代妖怪的奇幻故事,对于每个场景,生成一个影像。 您可以看到故事图片生成得非常成功,即使我提出的故事设定非常奇特,还限制了特定风格,他也能制作出来。 成功制作出图文故事后,我们来试试看他的图片编辑功能,我先选择一张图片按滑鼠右键将图片下载。 接着我们上传要修改的图片。 提示词的部分,我输入将画面中的机械龙改为真正的生物。 从这边执行开始,我没有改变影片播放的速度,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修改图片的速度。 您可以看到生成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在背景没有改变的状况下,前颈的龙变得比较像正常的生物,不过我觉得还是有点机械的感觉。 接下来我想改变一下这只龙的动作,我输入将这只龙改动作举手并喷火。 哈,这只龙成功地举起了一只手也喷出了火,可是它怎么变成红色的呢? 再来我们试试让龙转过身,背对镜头,我输入让龙转身,背对我。 这一次呈现的效果非常的成功。 接下来我们尝试改变图片的风格,直接将龙改成3D图,我输入将这只龙变成3D图,细节完美。 嗯,怎么又转回正面了,颜色又变了,背景也不见了,不过挺帅的,细节部分我很满意,做成模型应该很漂亮。 再来我想把这只3D的龙加入背景,放在玩具店好了,我输入改变背景,在玩具店展示架上。 嗯,背景制作得很成功,这只龙成功地出现在玩具店的展示架上,可是这只龙的头怎么转到后面去了,有点不受空啊。 接着,我想看看这只龙的特写画面,我输入让这只龙面对我,特写。 呵,虽然美的感受很主观,可是我怎么觉得这只龙长得有点粗糙啊? 是因为我忘了交代细节吗? 再修改一下提示词,这一次输入,将龙变成真正的生物,有不屑一顾的表情,细节繁复,颜色精美。 嗯,好吧,我还试试到这里就好,目前我所使用的都是免费的功能,大家可以自己试试。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我先上传两张图片,一张是之前的视觉故事中下载的可爱小杨的图片,另外一张是一个抱枕的照片。 提示词的部分我输入,将小杨图案印到提供的抱枕上。 是不是太厉害了? 如果你要将图案印到产品上,可以直接简单几个动作就先看到效果。 接下来我们再换个物品试试。 这次我上传两只手机,提示词我修改一下,改成将小杨图案印到提供的两个手机壳上。 我想测试看看一次印在两只手机壳上也可以成功吗? 哎呀各位观众,这太厉害了,真的可以耶。 再来我们找个美女来,拿着这手机试试。 我输入提示词,生成一个美女拿着手机的照片。 啊,看来以后模特的工作也要被AI取代了。 接着,我想试一下,中间隔着手机的照片,再来生成抱抱枕的照片可以成功吗? 这次我提示词输入,生成一个美女躺在沙发上抱枕上面抱枕的照片。 哈,还是可以耶,只是抱枕有点变形了,所以可能要重新上传一次抱枕图片。 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吗?还是你有发现更好玩的玩法? 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窝。 最后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再见。